房地产的13条预言正在一一实现 大家好,我是团长 本周末最重大的消息 就是房地产税改革试点 真的要来了 千呼万换十出来 那么早在16年 就有神秘高人在网上讲了 13条有关房地产的预言 他们都在一一实现 这13条预言分别是呢 开闸放水 实际降准 提倡全国三层首付 MO扩张速度宽于GDP 这也就是15年之后 房价再轮暴涨的原因 房价飙升呢 已经实现 第三呢 卖地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 也实现了独立财政 第四呢 驱赶人民币存款进入房市 那么15年那波涨价去库存 说道理呢 就是套空人民的钱袋子 钱呢都变成了房子首付款 收入都用来还房贷 实体经济也拿到钱 来炒房子 第五条呢 外管局最大的对手消失 外汇暂时安全 从17年各大房企呢 停止海外投资并购 外汇保住了 第六呢 就是跟随美地收紧货币 楼市呢 持续的定向加息 按揭贷款的利率不断提高 第七呢 银行通过CDS 信用违约互换 转移的大部分风险 已经实现了16年就落地了 第八条呢 就是限购制造天花板 房价开始下跌 部分时间 北方楼市 南方二线以外的楼市 开始走落 货卖货款 第九呢 高位接盘或投资客 无法掏现 人民币资金成功被锁定 这也部分区域实现了 现在房产的流动性是很差的 尤其是三四线城市 那么一二线城市呢 因为限制 各种二手房限购 门槛比较高 所以呢 成交也不活跃 第六呢 是第十呢 就是土地财政的转型 17年的租售同权 租赁用地共有产权 土地财政收入 开始移交给税收 这也就是现在 房产税的来源 以前呢 直接靠卖地 当然不要房产税了 但是地都卖完了 那么财政怎么办呢 第十一呢 开征房产税 土地财政之后 那现在来了吗 彻底套私 无害散户 这个正在进行中 现在正在开始 第十二呢 驱赶剩余资金 重新进入实业 保住就业 那么很多钱呢 从地产里出来 能去哪里呢 没地方去的 最后一条呢 就人民币国际化 那现在正在进行中 越来越多的国家 正在使用 人民币 耗费美元 那么其实 推出房产税呢 最核心的一点呢 是关于土地财政 千一发熬动全身 这是政策调控的难点 就是你要打压房价 但是财政又主要靠土地来 你说房价怎么打压呢 要靠卖地的呀 那么如果地卖不出去了 那税收哪里来呢 那么房地产税来了 这一块来补充上了 土地财政呢 一般有三层含义的 就是简单的 土地出浪 卖地贡献财政收入 那么第二呢 就央行配合土地出浪 向市场投放货币 最后呢 就是飞标融资和抵押 那么从地方财政 到货币发行 再到融资和抵押 全部都绑在了房地产上 所以一直以来 关于房地产的改革 是很难的 是吧 大家都需要房地产 能支撑经济 支撑财政 那么如果你要放弃 土地财政 必须有新一块的税源来 所以房地产税呢 是必然的事情 你不打压房价也得有 因为财政需要 是吧 那么我们中国 未来的情况会怎么办呢 是吧 你房地产税出来了 最大的模式呢 可能就是走德国 跟新加坡结合的模式 新加坡呢 它是一种 阶梯化的供应体系 这个廉价主物为核心 就廉租房 廉价房 私人住宅 三种类型 是吧 适合不同的人群 你特别有钱 你当然去买私人住宅 你没什么钱 你就租房子吧 那钱一点点 就买廉价房 所以它是分层的 德国的模式呢 是以租赁为核心的 一半的德国人 都是通过租房来解决的 那么主要是 他租房的供给充足 租赁保障完善 打击投机和暴力行为 我们国内 房租不断涨的话 是不是奥房东盛行的话 可能也不行 因为租房没有安全感 所以租赁的这一块 要法律完善 那么通过租赁市场来解决租房问题 未来对于自有房的需求小了 那房价自然也就空下来了 因为现在大部分人都自己想买房子 这个需求太大 所以未来我们中国 可能80%的人居住的地方 就是三四线小城镇 这个地方加大连租房连家房的供给 大家都能买得起自己的房子 让住房回归居住属性 那么另外20%的人生活的地方 一线城市龙头二线城市 这些地方刚需十分强烈 人口流浓大 地价又十分昂贵 是很难调控下来的 所以这个地方就租房了 规范租房市场 是吧 实行租搜同权 通过租赁市场来解决租房问题 所以你不要想着房产税来 大城市的房价会暴跌 不可能的 这个需求决定了它 是吧 任何政策打压只是短期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房子 是跌不下来的 所以如果你投资 你买入 你也只能买这些最强的地方 所谓政策调控的 他真正想要的 也并不是房价狂跌不止 他不是希望房价跌 而是希望当地的房价 能匹配当地的收入 人人都能通过个人的奋斗 住进自己的家 是吧 你在三四线城市 三四线的城市的收入 应该匹配什么样的房价 那你当地的房价 就应该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一线城市 那房子就应该贵 对 那个地方收入很高 有钱人很多 你说房子怎么能便宜呢 所以希望提出 共同富裕的口号之后呢 能够让深世界的人 从房价中解脱出来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那依次是对现实失望 最终躺平 能为自己再怎么干 这辈子跟房子无缘 那这样子影响比较大 大家都躺平了 国家还怎么发展 所以房地产税 如此超预期的出来 也是势债必行的 所以奉劝那些 还在投机炒房的人呢 你应该想想了 房地产税肯定是针对那些 有很多套房子的人 是吧 你有个五套十套房子的人 那正点呢 就是针对你们 这些人呢 后面肯定是要抛售的 所以呢 房子呢 可能短期呢 要跌一跌了 这是必然的 好 本期视频呢 到这里结束